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,书仪,爱情的羞耻,谁会这样对待爱人,本来并不想写下这些文字,但对这本书的爱,除了写点什么,其他都无法表达,在看到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时,我就爱上了他干净的封面,以及封面上的文字,我年少的爱人啊,你在我身上刻下伤痕,刻下时光,只因这两个原因,我执着地买下了它。 信任的是,它成功地感动了我,并让我更加坚定地继续相信爱情,其实最简单不过的一段爱情故事,一个选音乐的女孩,爱上一个背景复杂的男人,他们拥有所有恋人都经历过的甜蜜,痛苦,财积和信任,最后女孩远走开乡,而男人,静静地,死了,就这样一个类含蓄的故事大哥, 却在书仪的笔下跌当起伏,凝聚着直痛人心的冲击和震撼,看到四分之一处,我以为这是一个是乱中气的故事,看到三分之一处,我以为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,看到四分之三处,我以为这是个情到深处浓转薄的故事, 甚至在看到将近结束的最后一千字之前,我还以为这是个天歌一方,各自情商的故事,直到确确地看完一千字的尾声,真正合上书页的时候,我才醒悟前面的猜测,全部都是错的, 是谁说过,在爱情面前,有情不值一提,在看到赵梅和彭维维闹僵的那段时,其实我很同情彭维维,我有过类似的经历,所以我能体会彭维维的心情, 她是因为太爱孙嘉宇,又因为过去受过伤,而选错了爱的方式,我也只能遗憾地说,爱情和命运,都是我们无法选择的,除了接受和妥协,我们无能为力,彭维维并无罪,她爱孙嘉宇爱得并不比赵梅少,可以说,孙嘉宇既是赵梅,又是彭维维的结,他们逃不掉,只能互相伤害,分出胜负, 于是,有情很自然地败给了爱情,而彭维维错误的方式遭人唾弃,在激进结尾,彭维维打电话给赵梅时,我相信她是真的想念赵梅了,想念这个生命中唯一对她真心去离开她的朋友,但我认为,彭维维不应该选择死,她是这样一个执着的女子,不应一次结束自己的生命,如果现实中真的有彭维维这样一个人, 我想她是不会选择死的,她的心早已遍体鳞伤,盲目地失去了知觉,以她的个性,应该是更好的活下去,将毒戒掉,并在最后和赵梅继续做朋友,死,不应该是彭维维的结局。 她并非一个坏女人,有一个情节是很感动我的,但邱伟说,她劝孙嘉玉和赵梅分手时,孙嘉玉说,挺干净透彻一小姑娘,全心全意在我身上,我要是现在跟她分手,就是活活而毁了她。 这句话,是真的把我感动了,一个男人如此心疼,一个女人时,她就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好男人。 孙嘉玉的死,似乎是注定的,既然已经成为结束,死只是其中一个方式而已了。 孙嘉玉最终还是跨过去了,没有滞留或者堕落,这是令我欣慰的。 至于孙嘉玉以后的爱情,我想应该是找一个普通的男人,过简单的生活,这是个很美的故事,从看到书名的那刻起我就知道,这也是个很简单的故事。 只是我没有猜到结局,我也再没有遇到一个人,像他一样爱,我如爱自己的生命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的,遇到一个爱你如生命的人,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跟你生死相许的人。 爱情里有的不只是风花雪月,他还有痛苦,有悲伤,有残忍,更有蠢不断的情节。 那句不曾说出口的我爱你,早已也藏在那大端的空白中,只是我太年轻,不懂得体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